大家好 欢迎收看真机队 我是杨基 杨队长 本周一印度空军正式确认 2019年印巴空战中那位被击落的小胡子队长阿比丹丹 所在的第51中队将在9月30号退役所有的米格21 但是 预计接替他们的国产光辉战斗级 还不知道何时到来 毕竟 现在印度空军第二个光辉重队 还没有收到他们最后一架基本型光辉Mk-1单座机 从2020年5月接第一架开始算 这一共16架飞机 等了28个月还不算完 而接下来 印度斯坦航空就要力争年内交付 首批4架光辉Mk-1的双座机 计划是明年再交4架 平均分给这架光辉重队 而据HAL消息人士称 光辉的航电升级型Mk-1A已于今年5月秘密首飞 按计划 他将使用印度自行战制的WUTAM有缘相控制雷达 印度空军订了73架 计划是从2024年开始交付 当然 印度空军那也是九并成一意 心中有数 还是为他采购了20部以色列埃尔塔5052型有缘相控制雷达 保证第一个Mk-1A中队至少便因为雷达被坑成白天行战斗机 多少也让阿比南南他们早日飞上国产光辉的梦想近了一点 作为以色列基带雷达老主顾 特别是在A50EI 费尔康预警机 还有美哲虎攻击机这一大一小两型号上使用 以色列有缘震经验 光辉系列一直用以色列雷达问题也不大 但是印度在搞国产雷达这事上确实比卡夫里发动机胆大 毕竟雷达不靠谱大不了 就当没这玩意儿 而对于单发飞机来说 发动机不靠谱那是真要命 当初光辉基本性也打算上一步国产雷达 但是印度空军从98年等到08年 还是用埃尔塔2032拒绝了印度知道的倔强 但是倔强这玩意儿可了不得 瞅准到国际上都整有缘相控制的趋势 重新出发的乌塔姆雷达历经十几年研制至今 目前已经在两架光辉原型机和一架小客机平台上 试飞了250个小时 所以说 咱们当年坚实试飞基本型的 既在火空雷达尽管是一个传统的平板缝隙天线 那试飞时间都是乌塔姆的好几倍的 难免让人对乌塔姆最后靠不靠谱产生怀疑 但反正有以色列货顶着 印度还有时间把它再好好搓搓 不过 印度对乌塔姆信心听足 现在是一方面准备为后53架 马克1的雷达被撂 另一方面准备为这个月初 刚刚获得650亿卢比 差不多是57亿人民币 那么一笔 追加投资 争取明年就首飞的改进方大版光辉马克2 整一步改进型乌塔姆马克2雷达 首先 TR模块要从马克1的780个左右 增加到900多小1000个 而且也要弄一个类似之前 咱们老台风新P4那个迹象扫架构 虽然这对什么供电冷却提出了较高要求 但是光辉马克2换上了强敌的通用公司的F414印46发动机 加力推力98000牛 而光辉马克1 马克1A用的上一代型号F404印20 加力推力是84000牛 虽然说发动机性能不是说光看这一个指标 但是这种对比仍能直观反映出技术迭代成果 我们熟悉的瑞典英式战机在其改型发展中 发动机同样经历的从F404系列升级到F414系列 有效解决了飞机放大之后增重增主以及供电等的问题 有着F414推着 光辉马克2确实达到了中型机的标准 当然明年它能不能飞这事就不好说了 但这还不算完 就在9月7日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就是细简生DRDO经常被西亚柔将军爱称为德兜的那个 确定要使用乌塔姆的基因发展型 说这叫Mk3升级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430MKI机队 其TR5块数量要对到1300个左右 计划是两年后开始上级测试 这一事要能成 别的不说 印度那就是全世界第二个证出有援阵测备的国家 而关于这次升级 还有一些个来源不太确定的消息 比方说什么随着阵风引进 以色列有一个XGAR的脱约优尔 最近就有说法说整合到430上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了点什么 反正这么200多架底子相当好 但是雷达导弹性能日益拉垮的重型战斗机 你放这不改肯定不是个事 随着印度空军最后三个米格21中队 将以一年退一个的速度 于2025年全部退役 也该把钱用于集中精力 保障升级速三零他们了 最起码也能把阿比南丹他们占用的RCC 留给真正需要他们的人 好歹是一个主动中巨弹 尽管印度空军摆出一副苦RCC久矣的样子 这两年没少保 这个速三零上装各种中巨弹测试 有资格产的阿斯瑟拉 有引进以色列德比 但就算他们过两年真的开始拿国产有援阵 改装速三零 更好的与这些个自研的还有其他国家导弹整合 那也有个过程 而且就现如今那面的情况 这都整成了什么部分动员了是吧 印度你将整什么新P4的R77补充补充 估计一时半会也没戏 你看眼前对面的AM120C 还有PD-12 PD-15 再想想两年前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喜马拉雅山那边喊出了战斗口号 打下苏三洞 杀敌敌大功 本是同根绳 为啥是他要拿我敌大功 在这种精神内耗之下 印度肯定希望把苏三零MKI升级到 真正能拿到西方三代半水准的超级素货翼 但是指望俄罗斯拿出这样的套件又不现实 反正苏三零原本就用了一些法国呀 以色列的件 那就再整件啊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鞭 这种操作 送到原厂一样一样给升级上去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把飞机送回去肯定不方便了 哪能功夫给你升级啊 整部好给Coner当苏三零SM就给用了 那正好就破下距 就在HEL升级 还符合现在印度的自主政策 而且这样一来 在印度升级苏三零 还能让现在不方便 把资格加产品送到俄罗斯 进行整合测试的其他国家 来到HEL共相升级是一起哈皮 我们就说基载电子栏设备 这东西往往属于各国军事科技的高度机密 之前 苏三零MKI测试过以色列AIRTA的EL-L8222 自卫干扰浇舱舱 但是呢 要想整出伴随干扰的效果 还得寻摸点高级货色 毕竟这两年 巴基斯坦的中远程底空导弹系统 迎来大升级啊 甭管是找法国人 还找老乡好以色列解决 苏三零MKI 这么一个潜力很大的战术飞机平台 都值得利用 说到印度啊 有可能找以色列改装苏三零这个事儿 相信有不少读者 肯定影响到野狼欢老师的经典作品 《国家一致》 在这部架空印巴爆发 全面争争的小说里 设定是 印度几乎拿到了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 包括日本等国在内的武器 乃至人员支援 虽然说围绕印度空军 苏三零机队屠杀率有种种传言 升级呢 又远振这事儿呢 也不是说变就变 但是 印度全球扫获的变地环境确实客观存在 这些年的传奇经验积累下来 咱们还要说一句 料敌从宽 观察者网是一家 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网站 我们秉持全球视野 中国观点理念 为大家制作节目 想支持我的朋友 可以加入复卫会议频道观察员 年费198 使用微信码5281 可以利减10元 现在充值和序费用户 还有机会订取 官网先天版徽章一届 收到一切 大家赶紧行动吧 本期这集段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